今天是5月10号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多 马上就说完了 今天的A股又是一个让人非常失望的日子 外围市场大涨 港股大涨的情况下 我们的A股却走成这个了样子 确实是让股民伤透了心 那有一些板块让股民更加难熬 就在刚刚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哎呀真的太气人了 昨天一割掉今天就涨了 而且今天又涨停了 怎么办 他说的是谁呢 其实他说这个板块 我在前期也跟大家讲过 这期视频我们就重点来聊一聊这个方向 在讲之前 比如去一波巴巴支持一下 因为今天A股整体是调整的 但是这个方向的话 它仍然是上涨的 甚至有多数要涨停的 那大家知道这个方向是谁吗 其实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 谁房地产 大家看今天房地产是历史上涨 在A股整体表现不佳 调整的状态下房地产目前涨幅已经是达到2.65 盘中一度冲上了三个点 对吧 感觉很强很强 那房地产为什么会涨 接下来怎么走 能追吗 昨天割肉的我估计今天是哭晕在厕所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走势 在前期我也跟大家讲过 我们的这个A股市场追高一定要谨慎 这段时间A股看起来指数不错 但你看指数在圆着五五军 那些不断的创新高的过程中 甚至今天A股还创造了一个反弹代的新高 3163 但是指数是涨了 指数是赚了 我想问一下你 你赚了钱了吗 你账户里面赚了钱了吗 你增值了吗 没有 甚至很多人亏了更多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这个A股市场非常之畸形 赚指数不赚钱是经常遇到的 那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 说白了就是它的结构性 行情 5000多支票 有利好加持下的 有资金光注的就涨 但没有利好 没有资金光注的就跌一塌糊涂 那只要离追高 它马上又调整 说明什么 说明它持续性不好 所以就造成了一个这样的现象 你不追吧 你的票在跌跌跌的你受不了 你一追吧 哎 你又在高位站稿了 它又跌 它又什么 它又反弹 它又从高位掉下来了 所以不管你是追高 还是潜伏 还是低息 总是亏钱 但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所以用在这个市场 用在当下这个行情是非常之贴切的 那回到这个盘面 我跟他讲了 房地产它又是这种状态 大家看房地产在历史上涨 今天在大盘调整下 它上涨了 有人会想到吗 我相信没有人会想到 尤其是在前天昨天 在整体表现不佳的情况下 我相信大家应该是非常热闷的 我记得在昨天的时候 有一个人跟我说 他说在什么 在周三 周三这一里下跌的时候 在这里下跌的时候 他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直接减仓了 直接减仓 朋友们什么意思 本能他是在这个位置对吧 本来他这个位置 可能是追高了 这个位置甚至是什么 是重仓的 要到这里下跌 跌到这个位置 他受不了了 想割肉又不甘心 好 他就想着 哎我在这个位置减仓 对吧 我在这位减仓 如果你再跌 我就在这个低位加回来 是不是呢 结果你看周四 周四的话直接就是什么 周四的话直接就是 高开高走冲高了 对不对 那么他在这个低位减仓的 在这个低位减仓的 他是不是 没有机会低位买回来 所以他自然而然就什么 自然而然就 就没有买回来 好 在这看到人家冲高了 一拉高了 是吧 他就想着哎呀干脆一点 是吧 少亏一点 我把它割掉算了 等你割掉 大家看今天直接来一个大阳线 放量了 绑包了 哎 哪怕你在这个位置最高的 今天甚至是吗 甚至有前传 所以啊 这个节奏这个试入啊 搞得大家心里都没底了 那么房地产 为什么这段时间表现的这么什么 这么平 这个频繁易动 其实我在前几个大家说过 这个位置的房地产 一个他位置比较低 另外一个什么 这段时间利好比较多 房地产利好比较多 什么利好比较多 就松绑 现在很多的大城市啊 你去买房子的话 他不 他不给你受限制的 甚至还给你落户 对不对 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所以这些利好家 实际上房地产赢了资金的异动 这里的话 后面有机会迎来超低反弹 是不是 好 大家看一下 我在前期也跟他讲过 房地产这个方向迎来反弹了 重心在哪里 我们来看今天涨停的票 大涨的票 今天于目前为止有五个票涨停 那我们看天津元 天津元的话 今天是直接高开拉涨停 像这种票的话 是比较难把握的 就说你在昨天 或者说在今天开门之前 你都是很难把握住的 你不过知道它会涨 对不对 像这种就是属于什么 属于超低反弹 但有些票是能够把握住的 像这个濱江的话 这种也是比较难把握的 但是你发现一个特点没有 他这段时间是不是放量了 放量了以后大家发现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不是反转 所以朋友们接下来这种票的话 我们可以理解为 它是一个底部的反转 至少这个量能 这个量能比这个量能要大 对吧 跟这里的量能 现在比这个量能要大 那么它是不是被对标这个位置去 对标这个位置去 所以它在短期的话 是走强势周期的 走一个上行的周期的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好 你看 冰江之外 那今天还有什么 中小地产 这个票涨停的 哎一说起这个大家知道吗 在去年我讲过 这种叫什么 这种叫什么 人气票 腰股系列 股性非常活跃 只要什么板块一动 只要板块一拉 他就有机会什么 短期迎来爆发 短期迎来一个异动上涨 是不是 那么这种策略 这种思路就出来了 好 那除了这种之外 你看还有招商 这个的话在近期 也是出一个明显上涨 当然 说这么多 你像比如说像天宝 天宝这种事实 也是属于人气票 腰股系列 在前几天出现上涨的时候 你看这里说你回踩 回踩又出现一个上涨 这里我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极拉冲高的时候 不要盲目的轻易的去顶 你实在实在喜欢 实在什么看好 等他回踩 缩量的时候去做潜伏 我常常跟大家讲 就是这种类型的 极拉冲高 拉到前高压力位 怎么样 考虑减仓 考虑撤退 要让他回踩 回踩 缩量的时候 会缩量到下面的支撑位附近 我们去做个低吸 以后他出现大阳线了 出现这个时候 快速的拉伸的 极拉了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什么 考虑落带 考虑减仓 这节奏 这策略不会出来了 你看像天宝 就是这种类型的 是不是 好 那还有包括空港这些都表现比较强势 所以朋友们在超速市买地一定要记住 近期的房地产 反复的出现一度 另外一个 你看一下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些票 或者说这些上涨居情的票 其实他们有些都是什么 出现明显的放量的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段时间有资金在什么 在进场 有资金在抄底 有资金在吃货 那接下来我们就以什么 就以短线思维来看 或说以趋势的这个做法来做 回踩 缩量到支撑位 我们就可以考虑博弈 跟踪博一个反充反弹 是没有问题的 综合来看 房地产在这个位置迎来了 在底部的放量 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什么 是资金在做一个兜底的动作 在做一个抽点反弹的动作 所以短期的话 它还是会有一定的机会的 但是朋友们一定要记住 不要盲目的轻易的去追高 也并不是所有的房地产都可以去 后排的话 你看认证有一些票是下跌的 认证有一些票是跌停的 发现没有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像st世贸这种连续跌停 连续跌停的 它也是属于房地产板块 对吧 也是属于房地产板块 那这种票你敢去接吗 这种票能接吗 肯定不能去 对不对 所以这种票大家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注意不再去 还有你看像什么 st中迪 包括st溯源 包括stt对不对 这些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记住 不要盲目的去 我最忌讳的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 像这种突然一下子拉了一个大阳线 对吧 拉了一个大阳线 拉了涨线 很多人认为它会大涨了 会暴涨了 结果你又在什么 这个位置追进去 你看后面就是直接什么 直接一直把一直把往下刷 这个不叫一直涨停 这个叫一直跌停 所以朋友们 这种类型的票以后一定要注意 哪怕它是热点 也不要盲目的 轻易的去参与去接盘 对整个房地产板块来说 明显的在利好加持下 有资金在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兜底抽跌反弹的走势 所以接下来你要记住 如果说有调整有刹跌 我们可以找前排燃机票 不过反抽反弹是可以的 但是切记切莫去追高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就像我刚才开头讲的 如果你追高节奏错了 你想想不仅仅你赚不到钱 还是亏钱甚至大亏 大家觉得对还是不对呢 好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